国际情势动荡不安 两岸的互动也受瞩目 最辛苦的就是国军官兵守护着国家安全 新竹市代理事长陈章贤率领禁军团 在中秋节前夕特地前往新竹后备指挥部 慰问国军并且制赠慰问金 市政府过去这两年 为了防疫的工作需要设置疫苗施打战 跟社区筛检战都得到国军 非常大力的一个资源跟协助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社区筛检战 就设置在国军新竹医院的旁边 那也得到新竹医院的提供场地给我们 然后后来因为疫情持续升温 为了避免这个疫情扩散到我们的科学园区 所以我们在国军的协助之下 一天之内将2500坪的脱钓场 设置的50座帐篷 8条的这个筛检的动线 那一天可以筛1000多个人 5天总共筛了5000多个人 那有效找出一些确诊者 避免这个疫情持续的扩散 这个都非常的感谢我们国军的一个协助 新竹市民政处长颜章胜 感谢伟固团以及辅导中心的支持跟协助 充分彰显君爱民民进军军民一家亲的精神 也借由老君向所有保家卫国的国君弟兄 致上最诚挚的敬意跟谢意 记者万事连新竹采访报道